大家好 这次要给大家介绍的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这本书 大家一定会问 为什么要把达尔文这样的一个生物学家也放到哲学的课程里面呢 因为达尔文从根本上他改变了人们对世界和自身的看法 他的一些观念彻底颠覆了西方人十几个世纪来的思维定式 差不多在19世纪50到70年代 人类重新审视了人类和自然界的关系 这种思考的革命性意义 绝对不亚于哥白尼用日新说代替地新说的做法 而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就是其中最具颠覆性的一套理论 它彻底改变了人类的历史进程和行为方式 所以今天我们就要从哲学的角度来分析达尔文的名著《物种起源》 我们本次的音频会有以下几个部分 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从1831年到1836年进行的小猎犬号的环形行行 这段行行对达尔文形成进化论的思想至关重要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达尔文进化论的一些要点 紧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达尔文在加拉帕斯群岛的观察 对它产生了怎样的启示 最后我们从哲学和思想史的角度来看一下 进化论对我们思想的深刻变化 先说小猎犬号的环球航行 有人曾经问达尔文 你自己为什么不写一本自传呢 达尔文回答说 我的人生经历就是学习环球旅行再学习的过程 这就是我的自传 可以说环球旅行是它一生中最大的财富 也是进化论思想的来源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从达尔文的环球航行开始讲起 关于它的具体生平 我们会在下一个音频当中再讲 从15世纪欧洲人开始地理大发现的时代 从此之后博物学就迅速兴起 当时的博物学家 需要从全世界动手动脚的找材料 包括发现新的未知的地方 以画出完整的世界地图 还有就是发现新的民族和物种 收集大量的标美和化石 各个国家都会自助一些学者 参与这样的探险项目 当然其中英国和法国进行的 远征和航行次数最多 发现的也最多 所以整个19世纪也被称为发现的时机 达尔文能够形成它的精华的思想 也得益于这样的发现之旅 达尔文乘坐小贵犬号 开始环球航行的时候只有22岁 而小贵犬号的船长 罗伯特·菲兹罗伊也非常年轻 当时只有23岁 这也是他的第二次远航 那个时候达尔文刚刚从剑桥毕业 他本来是希望成为一个神职人员 但是他不会预料到 他日后出版的《物种起源》 极大地动摇了基督教的信仰 1831年12月27日 小贵犬号给开了普格茅斯港 开始了他的环球航行 小贵犬号是一艘英国皇家海军的三维帆船 他当时的主要任务是绘制南美的海岸线地图 并进行水文调查 小贵犬号载重240吨 长度约100英尺 可以储存海上航行 6个月的食物和淡水 当时的海上航行是非常艰苦的 达尔文和所有的航海新人一样 一开始都因为晕船而呕吐 几乎没有办法给开自己的破围 一开始是计划航行三年 后来是延长到了5年 达尔文当时的任务就是为海军编写一部 动物学材料汇编 所以达尔文需要常常深入内陆去考察 在南美洲的时候 达尔文看到了一些奇特的生物 例如和一般的鸭子差不多的长相 但是不会飞行的鸭子 还有同样长着翅膀 但是不会飞行的美洲小驼 那是一种体型非常小的驼鸟 不过达尔文借此机会也干了点私活 例如质地调查等等 他每天要写两三个小时的日记 还要和英国科学界的同行保持通信 每次抵达一个港口才能把信寄出去 一般一封信要过三个月才能寄到英国本土 达尔文还经常打猎 这不仅可以改善船上水手的伙食 也是为了制作标本 小猎犬号环球一周历时五年 航程有两万五千海历 最终达尔文在1836年10月返回英国 那个时候小猎犬号的船舱给装的 正是达尔文收集了半吨重的标本 这些标本后来成为了达尔文写作 物种起源不可或缺的材料基础 物种起源是出版于1859年 英语的标题是On the region of species 其中最为关键的概念就是这个species 也就是物种 那么什么是物种呢 物种这个词出现在物种起源的标题当中 按照现在生物学的一般解释 物种就是一群可以相互发引后代的生物 而且它们的后代也要有生殖能力 比如说马可以和马发引出小马 而马它也可以合格于混种产生螺子 但是螺子就没有生育能力 达尔文的时代还没有人发现DNA 后来人才知道 保证物种独特性的就在这种遗传物质当中 达尔文当时的一个猜想是 很多物种看上去不同 但是它们可能都是起源于共同的祖先 这就意味着物种不是一成不变的 而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当中发生变化的 那么问题就来了 一个物种是如何变成另外一个 或者是很多个物种的呢 达尔文认为 虽然同一个物体当中的个体都非常相似 但是每个生物个体都是独特的 例如我们每个人都是有两只眼睛 两只耳朵 两只手和两条腿 但是呢一个人也有他自己独特的个性 比如说高矮胖瘦 眼睛和头发的颜色等等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些个体差异呢 这就和遗传有关了 我们现在知道遗传信息的载体是DNA DNA当中有脱氧核糖核酸 它们的双周旋结构就决定了生物个体的独特性 那么个体的DNA为什么又会不同呢 在生物界我们看到 一般来说 繁殖数量远远超过了可以存活的数量 比如说一窝狗仔会生五到六个 但是自然条件下能够生存下来的只有两到三只 那么为什么不少生一点呢 这就是为了尽可能的保证一个物种内部的多样性 也就是说后代的数量越多 它们之间的细微差别也就越多 遗传有两个基本的要素 重组和变异 重组就是两个生物个体DNA的随机混合 一般发生在生殖过程当中 这个重组过程要比公司重组可复杂多了 首先雌雄双方的DNA先要被打散 然后雌雄双方各提供50%的DNA传给后代 而变异这就更为随机了 变异我们可以理解为 DNA的毒血和复制过程当中出现了错误 很多因素都会造成这种错误 比如说辐射污染等等 大部分变异的结果都是不好的 例如产生了病变或者是缺陷 但是也有极少的一部分变异 对个体来说恰好是适应了变化的环境 而只有基因的改变才能够传递给下一代 要注意遗传和变异都是随机的 这个就要提出物种起源的第二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自然选择了 达尔文认为 每一个生活个体都要接受自然选择 自然选择包含了很多因素 比如说捕食者 食物来源 气息地环境 还有气候等等 每一个个体都在接受这些因素的考验 前面我们说过 每一个个体都有一些独一无二的特征 这些特征在面对环境的时候 可能会产生好的影响 也可能会产生坏的影响 比如说在全球气候变暖的时候 如果一种生物身上有很多浓民的毛发 那可能就是不利的 因为显然这太热了 同样的毛发 在气候变冷的地方 就是一种有利的特征 所以如果全球变暖 那么带有不利特征的这些个体 就会被自然所淘汰 而带有有利特性的个体 就能够把自己的基因传递给下一代 所以自然选择这个词中的选择 非常容易造成误解 其实没有一个主体 或者说一直在主动的进行选择 好比说我喜欢这个 我喜欢那个 所以我才把它保留下去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就是人工选择了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的家选 从吉娃娃到阿拉斯加 还有秋田 金巴等等 他们的外形差异极大 但都是在短短15000年的时间里 通过人工选择的方式 筛选并加强出来的 自然选择可以给点为自然淘汰 或者说自然筛选可能更好一些 回头再来看一下 达尔文在小贵犬号行情当中 最为重要的一段旅程 是1835年在太平洋上的加拉帕克斯群岛 加拉帕克斯群岛在太平洋上 是一个火山群岛 又叫做科隆群岛 在南美洲厄瓜多尔西边 800到1000公里多的地方 位于赤道附近 那个时候已经距离达尔文离开英国4年多了 小贵犬号到达那里的时间是1835年9月 在那里待了5周左右 达尔文观察了那里丰富的动植物 尤其是关注了不同的鸟类 但是其实达尔文在那里的时候 他没有形成对进化论的一个基本构想 这是等到他回到英国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后 在他整理自己的笔记和标本的时候 进化论的思想才逐渐清晰起来 自然选择作为著名的例子 就是达尔文雀 这个雀是喜雀的雀 在这个群岛上生活着134种体型相似的雀鸟 但是他们的汇的大小和形状却是不一样的 因为鸟汇高度依赖于岛上的食物来源 有一些鸟 一些雀鸟被大风吹到了加拉帕斯群岛的各个小岛上 在他们在这些小岛上生活之后 由于岛上的食物来源不同 不同小岛的雀鸟也慢慢演化出了不同的绘部 以适应各自的环境 或者反过来说 如果一种鸟类它的绘部不适应环境 那么它就会因为没有足够的食物而被饿死 从而没有办法将自己的基因遗传下去 当代美国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 就把自然选择成为一种生成测试模式 也就是说 在遗传中生成了一个物种内部的 在达尔文写作物种起源之前 当时流行的宗教看法认为 世界和所有的物种 都是由一个智慧的造物主所创造出来的 这个理动就叫创造论 例如我们看到海滩上有一块怀表 一定会认为它是一个人根据设计而造出来的东西 同样当时的人们也认为 当我们看到一个精妙的生物的时候 也一定是由智慧的创造者所创造出来的 当时的欧洲人称这样的一个创造者为上帝 按照圣经创世纪的说法 上帝在第三日到第五日创造了各种动植物 而且在和创造的相关话语中 反复出现了几个非常相似的重要的短语 中文翻译为各按其类 也就是说地球上的各种物种 都是上帝一次性造出来的 而且之后就固定下来了 当时就有神学家认为 上帝创造世界是在大约6000年之前 但是这种创造论的看法 越来越受到化石和博物学证据的质疑 1835年达尔文在看到了 加拿帕克斯群岛的动植物之后 发现它们和美洲大陆上是十分接近的 但是岛上的环境和美洲大陆的差异却很大 那么按照创造论的看法 造物主应该把各个物种 放在最为适应它的环境当中才对 于是他在自己的笔记当中 记录了这样一个想法 那些鸟最开始的时候是同一个物种 只不过后来发生了变异 人们后来在达尔文的航行之际当中 也发现了他对当时宗教看法的质疑 一个人如果没有宗教信仰可能会感叹 这个肯定有两个不同的创造者 但是工作的对象是同一个 在每一个场合下 他们的目标完全达到了 不过我们也要看到 达尔文的思想转变也不是那么顺利的 他本人在五种起源艺术当中 也是表现了非常大的摇摆 他还经常为神创论辩护 但是进化论的思想 从根本上抽掉了生物界当中创造论的基础 因为在自然界中经历的生物和器官 比如说眼睛和大脑 都是在漫长的演化过程当中产生的 并不需要预设一个智能的设计或者创造者 自然本身的进程可以解释自然的成果 而不是需要一个外在的意志或者是原因 我们每一个个体都是35亿年前 生物进化的结果 所以说如果你祖上不是特别有钱的话 至少也是35亿年进化的赢家 所以大家要感谢自己的生物祖先 那么反过来 生物之间也是相互平等的 任何一个物种都只是生命树上的一个数差而已 生物的相似性来自于我们共同的祖先 如果来总结一下的话 可以说物种并没有固定不变的本质 物种是变化的 而变异则是进化过程的燃料 爷爷的爷爷是人 并不意味着爷爷的爷爷的爷爷 追溯一万代的爷爷还是人 所以在下一个音频当中 我们就来看看 人们通常对进化论有哪些误解 以及进化论对人类社会意味着什么 好的 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音频内容 我们首先介绍了 从1831年到1836年 进行的小猎犬号的环球航行 这段航行对达尔文形成进化论思想至关重要 然后我们来看了一下达尔文进化论的一些要点 包括物种是什么 什么是自然选择 紧接着我们来看了一下 达尔文在加拉帕克斯群岛的观察 对它产生了怎样的启示 也正是在加拉帕克斯群岛的观察 使达尔文认为物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而是不同的物种有着共同的祖先 但是因为环境的差异 某些特征得以保存下来 最后我们从哲学和思想史的角度来看了一下 进化论对我们思想的深刻改变 一个重要的颠覆性后果就是 进化论否定了欧洲宗教当中 神创文或者是创造论的思想 好音频的最后 我想向大家提一个问题 你能够接受人类起源于猿猴 或者是类人猿这样的说法吗 请大家思考一下 大家好 今天我们继续来说达尔文 当代的生物学家 也是一个达尔文主义者 理查德·道金森 在他的自私的基因质本书当中说 如果有高级的外星生物来到地球 他们看到人类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要问 人类已经明白进化了吗 也就是说 进化论在道金斯看来 是判断一个文明 发展到什么阶段的重要标志 从物种起源发表以来 已经快160多年了 进化论的思想 不仅在生物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也对神学 哲学 心理学 社会学 语言学 产生了很多的影响 所以当代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说 达尔文的基本思想 犹如一种能够侵蚀一切 渗透一切 什么都无法阻挡的万能之酸 有西方学者认为 公元纪年的第二个千年当中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的地位 就犹如第一个千年当中的圣经 所以我们这节继续来阅读物种起源 我们这次的音频内容 会有以下几个部分 我们会介绍一下达尔文的生平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对于进化论的那些常见的误解 尤其是对优胜劣态试者生存的误解 再然后我们来了解一下 达尔文的好友赫须离 他是如何来捍卫进化论的 最后我们来分析一下 进化论超出了生物学之后 在人类社会政治领域的运用结果 我们先来说达尔文的生平 在上一个音频当中 我们介绍了达尔文从1831年到1836年 搭乘英国皇家海军的小猎犬号 进行环球航行的过程 这段过程长达五年 对于20岁出头的达尔文来说 这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 不仅垂念了他的人格 而且也为他日后创立进化论 提供了大量的医手材料 例如对一些物种的观察 还有收集到了很多标本和化石 1809年2月12日达尔文出生 同一天 美国总统辽巴拉罕林肯 出生在了美国卡塔基州 达尔文很小的时候 就喜欢采集动植物的标本 1825年达尔文到了爱丁堡读书 父亲本来是想让他 子成副业当一个医生 但是达尔文自己感觉 在爱丁堡什么都没有学到 所以1828年的1月 达尔文转学院 进入了剑桥基督学院学习 他原本计划之后当一个神志人员 可是没想到命运弄人 一个偶然的机会 是他登上了小G全号 于是在1831年到1836年 达尔文就跟随着 英国皇家海军小G全号 进行了环球航行和考察 返回英国不久 1839年的1月29日 达尔文和他的堂妹爱马结婚 1842年达尔文和他的妻子 在伦敦郊区的肯特郡 买下了一处宅邸 此后一直在那里生活 这里需要提一下 达尔文的第二个孩子 安妮一直受到达尔文的宠爱 但是1851年4月 安妮却在10岁生日之后不久就死了 这对达尔文来说打击很大 也在很大程度上 动了达尔文本人的信念 他不再相信上帝是善良公正的 从此也再也没有去个教堂 物种起源是在1859年11月24日出版 原书的标题是非常长 通过自然选择 或保留生存竞争中的 有利种族造成的物种起源 第一版很快就被抢购一空 这是有点出乎达尔文意料的 但是可以预料的是 物种起源在出版之后 肯定会受到教会的激励批评 不过达尔文的好友赫须离 是不遗余力的为进化论辩护 在短短的十年内 进化论不仅被学术解接受 而且还成为了家喻户晓的理论 1871年 达尔文62岁时又出版了人类的由来 1882年4月19日 达尔文逝世享年73岁 按照达尔文夫人爱马的说法 达尔文至死都是一个不可知论者 也就是说他认为自己不知道 实际究竟有没有一个创造者 他至少不是一个相信神创论的宗教信徒 进化论当中的进化 这个词的英文是Evolution 并没有进步的意思 因此有人建议把Evolution翻译成演化更为合适 事实上在1898年 我国的学者严富就翻译了赫须离的著作 进化论与伦理学的一部分 出版了天眼论 严富在翻译介绍进化的时候 最早使用的词就是天眼论 也就是说 其实赫须离的思想进入中国 要比达尔文更早一些 这样物净天则逝者生存 以及优胜劣态 也就成为了家喻户晓的进化论的基本原理 所谓进化就是一种选择 所以这个进化其实是一种物译 但是大家现在已经约定俗成了 我们一般把进化论总结为两个短语 那就是优胜劣态逝者生存 这两句话也非常容易引起误解 我们下面就来分辨一下 首先优胜劣态是在特定环境中对个体而言的 这里的优劣这两个字 似乎已经包含了某种好坏的判断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自然选择的意思是生物个体会突变 然后突变被自然选择所筛选 所以说根本不存在向哪个方向前进的问题 只是跟随着特定的环境而不断的演变 而且达尔文所说的演化 只是对小环境的局部适应 例如我们在上一个音频当中讲过的例子 加拉帕克斯群岛上雀鸟嘴部形状的变化 要注意 这些微小的变化 都是在几百万年的尺度上演化而来的 如果发生行星级别的短时间大灾难 比如说小行星撞地球 这么几乎是没有任何生物 反而能够在更为恶劣的情况下生存 比如说细菌真菌 所以演化的结果 至多只能是一个局部最有解 并不能够保证最终能够登上生物面的某个高峰 不过话说回来 如果恐龙没有灭绝的话 人类大概也就没有出现机会了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试者生存 试者生存英文是the survival of the fitness 是哲学家斯宾赛在1851年最先使用的词汇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问题 达尔文的物种体源是1859年出版的 而试者生存这个词比它早了8年就出现了 试者生存按照哲学的看法是一个套套逻辑 换句话说 按照进化论的看法 能够生存下来的物种都是适合环境的 也就是说 试者生存本身并没有给出任何适合生存的标准 而仅仅是一种事后证明 只有在一段演化完成之后 我们才能根据环境来反推 生物为何发生这样或者是那样的变化 来总结一下 进化在发生之前就有确定的方向吗 回答是没有的 生物界有其自身的目的吗 也是没有的 1859年物种体源出版之后 达尔文受到了很多官方的及格批评 不过所幸的是 他也得到了很多帮助 其中最为有利的支持 就是来自于托马斯·赫须黎 赫须黎是达尔文的同行 也是一个博物学教授 当时只有35岁 他的经历和达尔文非常相似 也曾经在军舰上做过博物学研究 赫须黎在第一次读了达尔文的《五种体源》之后 就给达尔文写了一封信 他高度评价了达尔文的著作 他说 您的思想给那些渴望自由的人带来了光明 当然他也预见到了 达尔文肯定会遭到非议 赫须黎后来被称为达尔文的斗犬 但事实上 他更像达尔文理论的代理人 最著名的一个事件就发生在 1860年6月 英国科学学会在牛津举行的一场会议上 当时有一位叫威博佛斯的主教来到了会议上 他本人是一个数学家 对生物不是很懂 但是他在这次会议上发表演说 仿字了达尔文的学说 他在演说结束之后 向赫须黎提问了一个问题 他说 请你回答一下 是您的祖父还是祖母来自猿猴呢 赫须黎非常冷静的回答说 因为自己的祖父是猿猴 就感到羞耻 这是不应该的 真正感到羞耻的是这样一种人 他心浮其躁又巧舌如簧 在自己出现的活动范围里 取得了一些成绩还不够 还偏要对自己不擅长的科学领域横加干预 他只顾夸夸其谈 不惜用一些不着边际的议论 混淆大众的视听 甚至他巧妙的给用宗教当中的一些偏见 转移听众的注意力 让他们远离一些问题的核心 下面我们再来说一下 斯宾塞和社会达尔文主义 社会达尔文主义是早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现的 哲学家斯宾塞在达尔文之前 就提出了逝者生存的概念 他在1855年出版的 心理学基础这本书当中 就表达了类似的想法 达尔文本人对进化论是十分谨慎的 而斯宾塞建议把进化论思想 运用到各个领域当中 也就是说 不仅仅局限于在生物学的领域当中 人类社会中也可以运用进化论 把进化论思想运用到人类社会领域 这就形成了所谓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斯宾塞认为 社会可以和生物有机体相比拟 社会与其成员的关系 就犹如生物的个体和细胞的关系 社会达尔文主义本身并不具有一种政治倾向 而是提出了一种社会模型 他根据自然界食物链的现象 提出了弱肉强食物尽天泽试者生存的观点 并以此来解释社会现象 实际上他突出的并不是自然选择 而是人类种类的生存竞争 关键在于斯宾塞认为 物理世界和自然世界的规律 可以直接应到人类事物上 当时在欧洲流行一种种族主义 认为人类是不平等的 有些民族是优等的 而有些是劣等的 达尔文自己在后来的 《乌龙起源》这本书中也说 很有可能未来文明的种族 会被野蛮种族彻底消灭并取而代之 所以社会达尔文主义很容易被政治所给用 用来鼓吹一些民族 对另外一些民族的统治和压迫 为殖民主义服务 后来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基础上 出现了很多优生学理论 其中一种理论 是由达尔文的表弟弗朗西斯·高尔顿发展起来的 高尔顿认为 人的生理特征明显的世代相传 因此人的脑力品质 也就是天才和天赋也是如此的 那么按照高尔顿的看法 社会应该对遗传有一个清醒的决定 也就是要避免不合适的人群过量繁殖 以及那些适应的人群不足繁殖 高尔顿认为 像社会福利和丰人院之类的社会机构 允许列等人生存 并让他们的增长水平超过了社会中的优等人 如果这样的情况不得到纠正的话 社会就会被列等人所充斥 达尔文本人阅读了他表弟的文章 并且在人类的起源中 用了部分章节来讨论高尔顿的思想 但是不论是达尔文还是高尔顿 都反对政府采取任何强制的措施 但是到了20世纪就不同了 有人用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所谓的优生学 发展出了一系列的政府强制政策 最为极端的做法就是在纳粹德国时期 曾经系统的对残疾人和精神病患者 进行非自愿的安纳斯 这就是纳粹德国历史上臭名高度的T4法案 美国在上世纪30年代 各个州也有法令对精神病人进行强制绝育 可以说这些做法从根本上就混淆了 作为科学理论的进化论 和作为意识形态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生物界的弱肉强食 这本身就是一个自然的基本事实 而在人类社会中主张的肉强食 变成了一种规范性的主张 将事实和应该混淆起来 始终这是值得怀疑的 我们也要保持警惕 如何防止所谓的科学理论 成为某种反人类政策的帮凶 其实按照现代分子人类学的研究 现在地球上的人类都是起源于非洲的 也就是说所有的人都有共同的祖先 而且人与人之间的基因差异是极小极小的 种族和语言产生的要晚得多得多 尝试用人的生物特性来论证种族的优劣 或者是肉强食的正当性都是无效的 达尔文绝对不是一个生物决定论者 我们需要说明的是 进化论它是一种科学理论 而不是信仰 那么既然是科学理论 它就是可以探讨的 也是可以质疑的 生物学经过了一个多世纪的发展 尤其是在遗传机制上的发现 填补了达尔文时代没有说明的问题 也就是遗传的机制 不过我们也看到 进化论存在一些瑕疵和缺陷 比如在化石证据上 有很多物种与物种之间 至今为止都找不到的中间类型 再比如 关于本能问题 有些动物的行为 似乎超出了本能的范畴 有些蚂蚁会在自己的巢穴内 圈养另外一种蚂蚁 后者类似是前者的奴隶 他们会帮助前者搭建巢穴 寻找食物 虽然据我所知 达尔文强力的反对奴隶制 似乎达尔文的理论 也很难对蚂蚁训奴这样的现象 做出合理的解释 还有 如果将DNA看作一种信息的话 那么从无机物到有机物 就意味着信息的飞跃 这是如何发生的呢 学姐目前也很难回答 再有 从化石看来 在寒武器出现了生物大爆发 在大约5亿4200万年前 到5亿3000万年前 在地质学上被认为是寒武器开始的时候 在2000多万年的时间里 突然出现了众多门类的无脊椎动画时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大爆发 至今生物学上也没有很好的解释 但是无论如何 上述这些问题 都不是我们要返回神窗论的理由 物理学家薛定谔曾经提出过 如果物理是一个封闭系统的话 那么按照热力学第二定律 整个宇宙的伤一直都是在增加的 也就是说 宇宙内部的无序程度一直在增加 但是生物显然是一个反例 生命本身在局部减少了无序程度 也就是说 生命就是一种负伤现象 这在宇宙当中还是独一无二的 这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 如果我们不再局限于地球 而看整个宇宙 为何会出现生命这个问题 仍然是让人着迷的 观念是 人类本身在很大程度上 越来越少的受到自然选择 而更多的是在自己 对自己进行人工选择 未来的人会怎样 基本上取决于人对自己的认识和设定 好了 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音频内容 我们首先来介绍了一下达尔文的生平 然后我们看了一下 对进化论的常见物解 尤其是对优胜叶态逝者生存的物解 进化在发生之前并没有目标 紧接着我们来了解了一下 贺旭里是如何捍卫进化论的 最后我们来分析一下 进化论超出了生物学之后 在人类社会政治领域的运用结果 最后我还是想提出这个问题 你能够接受人类起源于猿猴或者是类人猿